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美哥 好興奮呀 Plan B和Nexmoot終於出現下一個遊戲了 我們先不要計算 OSU的1、2、3集 他出完Rip之後 下一個就是什麼? Beans 關於蜜蜂油膩 SBeezy 先講一下經驗玩 一開始會有三張不同的公家任務牌 放在桌上後 每個玩家都會收到不同顏色 各一張任務牌 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玩家要選兩張 然後有一張就不要 之後遊戲就會開始 玩家就會輪流放一隻蜜蜂 他就會放在任何一個箭咀位置 而蜜蜂的頭部 一定指向箭咀指著的方向 你又放一張 我又放一個 他又放一個 然後放一個 之後就輪流開始了 首先到你的時候 你要決定蜜蜂向哪個方向走 而每個方向都會有一個數字 蜜蜂就要根據那個數字 向那個方向走多少格 他一定要走完才可以走 而蜜蜂可以穿過對方的蜜蜂 但不可以停留在蜜蜂上面 好 例如我灰色蜜蜂 我決定向這個方向走五步 因為這裡是一或五 我就決定走五步 首先我會向那個方向走 一二三四五 然後我一定要把蜜蜂 轉向我剛才看著的方向 如果我放下蜜蜂 旁邊有小的花蜜 我就可以拿到這個花蜜 然後放到蜂巢裡面 但如果我放在一個大蜂蜜上面 首先我可以先拿到一個大蜂蜜 然後就可以拿附近任何一個小的蜂蜜 同樣地我都會放到蜂巢裡面 剛剛拿回來的花蜜 一定要根據你的步數 而放到雙方的位置 我剛剛走了五步 所以我只會放在五或四這個位置 那兩顆花蜜不一定要雙輪放 只要放到正確的位置 五或四這裡 或者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而每次放一個花蜜 你都需要把自己的蜂蜜 向前移一步 如果我放了兩顆 那我就會向前兩步了 然後到下一個玩家 同樣地他都會移動到蜜蜂 將蜜蜂轉向提示走的方向 然後放他的蜂蜜進去蜂巢裡面 如此類推 當一個玩家的蜂巢裡面 有12個或以上蜂蜜的時候 又是要宣布結束 我們玩完那個輪子之後 我們就會結分 計算的方法 包括有公家任務 只要你做到就會得分 以及你自己手上的兩張任務 做到也會得分 其實計分都大同小異 紫色的計分牌 通常就是你指定一些顏色的花蜜 每顆就值2分 就像我的蜂巢一樣 我這裡有1 2 3 3 3顆紫色 所以我們有3乘6分 而藍色的牌就是一些排列的分數 就像這張計分牌一樣 我有一個同顏色的花蜜 組成一個3個人 每一套就會有4分 在這裡我有1 2 3 這樣就有1套 這裡有4分 紫色這裡有1 2 3 就有4分 這裡總共有8分 而紅色的牌就是一些排列的分數 它會比較難做一點 相對地它就會比較高分一點 例如這個 這樣 它就要把2 3那一行 只要你擺滿一行就有7分 而擺滿兩行就有12分 這是大分 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留意一下這個 計算這個自己的分數 和外面的公家有沒有分數 最高分就是贏 如果你問我這個遊戲好不好玩 又好又不好 先說好那邊 這個遊戲其實是有少少東西想想的 但它玩的複雜程度不是很高 每次都是轉一轉方向 然後向那個方向走 它拿到複雜程度 大家的互動很高 玩完一圈之後 我想要的沒有了 因為人家可以看著你想要的東西 順便領著你 而且我挺喜歡 它外面有一個公家任務之外 自己也有自己秘密的任務 未至於人家可以捉死你 你可能在你手上那張牌 可能都已經十幾分 你大可以放在外面的任務 只是做自己任務 其實都可以追回來的 不過第一次玩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這隻蜜蜂放在哪裡好呢 你為什麼轉完之後 是不是不適合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是不重要的 因為走完一圈之後 局勢都不同了 你到時才想到未前 不用太快想到一兩三步 見步行步 反而才是這個遊戲的最精尿之處 所以如果我喜歡這遊戲 第一次玩的話我會不太好 但越玩越覺得 可以是一些滅雜的遊戲 在中間隔著一些重的遊戲 這隻是不錯的 這隻就是BZ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追看我的影片 然後加入我的影片 選擇我朋友 記得幫忙 auf Facebook 然後我就會被那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看一看